而县议员林元富则是针对了0918强政之后导致的大桥断裂污损重建等问题浮现 他也提出了相关的禁言 更提醒县政府针对围老建物重建的利息补贴快要到期 应该尽速的来延续配合政府的政策 同时也反映围老重建屋主贷款不易等等的问题 也希望县政府能够协助找配合的领航来协助一例老屋主 能够顺利的进行重建工作 针对青年租宅工程品指纹议题 以及0918强政之后导致大桥断裂污损重建等议题也提出相关禁言 更提醒县政府针对围老建筑物重建的利息补贴 快要到期应该尽速延续配合政府政策 20年7月出交屋 总共交屋了809户 可是交屋到现在一年多了 各栋楼都有一样的问题未解决 那不外乎屋内有滴水 肾水 漏水 避癌的问题 那屋外有一些马达 马达的噪音声 他低频持续的日夜 那个红隆隆隆隆隆隆的声音 809户 请个20个员工 一栋一栋来检查 一栋一栋来检修完毕 一栋一栋把污水 化粪池的问题 解决 彻底断根 才是负责任的态度 那接着918 围桥 那震毁了有这个五六桥 中南部玉林副里 有这个桥面 整个像这个高楼大桥 全面躺在河床上 那也有这个玉林大桥 整个这个桥面 隆起50公分 辅导团 然后辅导民众来协助 来申请围桥重建的一些奖励的措施 可是呢 从去年 有完成围桥重建的 有奖励补助 有通过审核的才21件 到今年是30件 去年到今年 它的进度是9件 可是它推动是有一两百位 那推动是为什么推动不了 为什么推动不了 那这个是原副啊 要求县政府团队 尤其是建设处 邓处长 要去了解 原因处在哪 那原副把 这个围桥重建 那 有四大配套 如何来协助他们重建 的部分 来给建设处建议 县政府的 这个住宅贷款 的利息补贴 也从去年底 就已经到期了 原副委要求啊 务必住宅贷款 利息的补贴 要持续到 116年5月31号 跟着中央的政策 的脚步走 这样才能够贴近民心 那确实有帮助到 我们有 因为918地震之后 一些住宅 因为这个 简历墙 出现裂缝 那住址出现了裂缝 甚至住址 有一位 整整 有住的不安心 不安稳 他们有这样子 围绕重建的需求 那这个部分 真的是要县政府 来来来注意 宣言联合表示 他是反应民意 并且提出建言 与县府一起沟通 解决民众面临的困境 同时也在任期结束之前 将选民托付 以及未完善之处 再次表达让县府知道 也期盼能够在联任之后 继续监督县政 完成对选民的付托 记得请不吝 欢迎收视频道